詞作人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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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另外一種的interpretation 這就比較有趣 另外一種的interpretation 同樣數學式在我們要說的改寫一下 結果就會變得不太一樣 這個叫做OLA interpretation 第二種 interpretation是 Filter-Bank-Summation interpretation Summation interpretation Filter-Bank-Su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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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involve什麼樣呢 要把它稍微改 讓我來想一下 我們來考慮一下 還是其實同樣式 數學式是不變的 只是我們要換一種看法 怎麼要換一種看法 換一種看法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順序 它是有相承 有什麼的情況 順序稍微調整一下 這當然還是m 等於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是n嗎 然後這裡面我們先把xn 跟exp-j 這個兩個給它乘起來 這個可以放裡面來 然後 後面那個東西呢 我們來想像一個 Omega-star 這東西呢 等於 把Omega-n這個windows 左右倒過來 意思就是說 Omega-n 我們把它 不是很遠 我這樣一直講 W啦 Windows-w 各位知道 Omega-47 希臘字母 W是英文字母 所以我這個 幫不上裝作 我們來定義 把一個windows 左右倒反過來 這件事情 我們的windows 假設比方說 Han window 它center around zero 好嗎 所以把它左右倒反過來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有沒有 一般我們用windows 通常都左右對稱 我從來好像沒遇到過 左右 很少情況下 會用到左右不對稱的windows W是對稱 不過我們先不管 假裝它不對稱 假裝我們現在選用windows in general 不見的一定要對稱 那所以 我們就定義一個 它的左右倒反過來 這個叫Omega-star 好不好 我就講Omega W-star W的左右倒反 那 這裡面的話呢 所以就變成是W的左右倒反 以後呢 本來是N-M 就變成M-N 是這樣子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這就有趣了 這個東西呢 接下來就是變成一種interpretation 馬上用我們肉眼來看 我們肉眼來看 肉眼來看這次 大家熟悉一下 這是一個time domain的訊號 是吧 然後這邊要對N做summation 這裡有個固定的m 但是是簡稱 這有沒有remind you 什麼樣的一種operation 兩個訊號 然後 一邊的index是n 另外一邊的index是m-n 最後這邊time的index變成m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operation 這是configuration 對不對 那所以就變成是 你要把它想像成這個東西 就等於 等於 等於在這邊 這就等於我們想像xn 我用畫的好了 我們來想像xn 然後 在xn呢 我們可以把它做modulation 這個 就把它用exponential的 但這有點討厭的是說 它是變成是 複數的訊號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變得 容許我們的訊號變成是複數 要想像一下 所謂我們把它就是兩者相成 samplewise 兩者直接相成 相成以後的訊號 我這邊給一個notation 我說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給一個名稱 叫做dk filterbank 的input 那所以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對於某一個頻率 每一個頻率來講 我們會把它用一個 impulse response 等於 W star 這樣子的FIR 的filter 這是一個FIR filter 對吧 所以說 其impulse 算我們W star 所以說 一個訊號 或一個filter 出來叫做它convolution 的意思 通常是在我們這門課題 常常是這樣畫 這樣子 so far so good 這一樣的意思 它跟它先相成 我說這個叫做modulation 兩者相成以後呢 得到的東西拿來跟W star 來convolution 以後結果出來的timeindex 是m 那這好像只認出一個參數 就是當作一個參數 就當作是m的index 所以出來的結果 這個東西出來的結果 會是一個 y k of 其實我可以寫 直接寫n 其實意思就是直接寫n啊 這個等於x的平伏n的ωk 是這樣子啊 這樣寫 希望不會太快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呢 所以現在就有趣了 這個k 對於每一個頻率 我把它寫小一點 對於某個頻率 對於某個頻率 對於ωkn 所以什麼是x 在n時間 然後dk個頻率的輸出呢 你變成說 可以把它想像成什麼 這是我們的頻譜耶 但是我把頻譜想像說呢 這是 它的dk個頻率 這是dn個時間的shortime頻譜 把它想像成怎麼來了 是經過filter來的 那用誰讓filter 用這個window 讓filter 我想這個interpretation 比較不直觀 所以大家要 因為比較不直觀 各位 我們盾一下 我們來盾一下 不是打盾的盾 停盾的盾 來盾一下 盾一下這個 你看這個過程啊 蠻有意思的 把window拿來想成它是filter 我覺得這蠻酷的耶 我們又一直在講說 window是kindle面相成 那怎麼經過這樣子massage一下 變成window 變成是convolution的一個參與者 純粹只是數學上的遊戲 但是結果蠻漂亮的 這裡面 原來原始的window喊說 把它想成它是filter 而且這想法是嚴謹的 這個完全是正確的 這是這樣寫是正確的 這沒有任何我在糊弄的地方 這是完全是正確的 所以在這樣 所以它叫做一種interpretation 明明同樣的式子 但是經過一點點的massaging以後 整個的那種間解不一樣 整個的interpretation不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一種interpretation 那這種interpretation 有一個關鍵點呢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總之它的輸入是xn還是一樣的 那在某一個頻率上的輸出 是經過這樣一連串的處理 然後接下來看看說呢 那在其他頻率會怎麼樣 好不好 我們又要來看看 在其他頻率要怎麼畫 其他頻率上面畫 基本上也都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在於說 有沒有用哪一種東西 來marculation 所以我們就稍微這樣畫一下 我說呢 畫一個頻率畫點點點 這個是另外一個頻率 另外一個頻率 1的jω 我們不要叫k 叫做ω2 在dL的頻率上面的時候呢 它會是用這個東西來marculate 跟誰marculate 跟我們原來同樣這個訊號marculate 所以這也是點點點 那這邊呢 出來就是dL的頻率以後 經過marculation以後的這個 調變過以後的訊號 同樣的要用這個w start 把這個window 左右倒過來 當作是個FIR filter 來想 然後其輸出呢 會是l 那這個l呢 也就是其實是 在這個n時間上面的 dL頻率的點 其值 是這樣子 點點點 這個是頻率軸 點點點 點點點 這裡用中方點點點 可以接受嗎 如果有哪邊那個筆物 隨時提出來 有時候難免 如果先marculate 在window 跟先window在marculate 結果會不一樣嗎 先window在marculate 啊 先window在marculate 好像就回到那個想法 是比較直覺的 好 這是好問題 我沒有很仔細想過 但是我的quick answer 會這樣 還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還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因為人家找在 從用頻譜跟那個filter做 對 跟window做那個想法 是啊 是啊 但是這裡面確實是這樣想 這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你講到一個重點 這確實很奇怪 我承認這個有點奇怪 但是我這邊強調說 確實無誤 是這樣子 這樣一種interpretation 裡面的window 把它想成 它進行的事情是convolution 只要這樣 它不是原始訊號 是訊號 先modulation以後過的東西 先modulation以後過的 這個地方的東西 來convolution 所以我們繼續想下去 所以我們來 凝視一下這樣一個系統 我先來講 所以 這個是一樣說 時間在進行的時候 時間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就不想像成是 變化的頻率 讓它是 它其實是 在另外一種interpretation 它其實就是 但是在這種interpretation 我們所強調的是說 這裡面每一個都filtered 它都有output 那output到output 就時間的訊號 所以我們這邊所強調的是 好像說 其實就是同一張 說穿的 是同一張sectrogram sectrogram 那個 這個 同一張sectrogram 到底是要看 一行一行 還是想要看 一列一列 一行一行的看法 就是 time-varying spectrum 這個 一個一個sectro 它隨著時間的變化 這叫一行一行看 那一列一列看 就是說 把它想像說 每一個頻率都是filtered bank的一個輸出 是吧 一列一列來看的話 每一個 就每一個頻率來講 固定頻率 時間擺變的時候 就是代表說 這裡有某一個filtered bank 其實給我們的輸出 是這樣子的 隨時的變化 它總是在這個時間的序列 這就是所謂 第二種關於spectrogram 或者說關於sort-temperature cycle 第二種的詮釋 它叫做filtered bank summation的詮釋 它是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所以我剛本來想要繼續講的是這個 這個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 那你可能會問說 那拿window來做future 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tom domain is convolution 那frequency domain會有gain 會有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看一看 一般 比方說 一般我們的window 本來如果一般的window 大部分的window mostly 我先講 mostly其實我們window根本是左右對稱 所以w start根本就是w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mostly 左右是對稱的關係 那 所以 這裡面我們要畫它的 每個window 我們就可以畫它的frequency response 比方說什麼樣的frequency response 有個main load 有些sine load 橫著是omega 這時候 所以對於每個window而言 對於每個window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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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所代表 如果在這邊 真的要把它拿來當作filter來想的話 它比較像是low path還是band path 其實它比較像low path有沒有 它比較像low path有沒有 它比較像low path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low path 不是很perfect的low path 但是總之呢 它的frequency response 就是as it is 它比較接近於是low path 它讓這個bass band的成分能夠通過 所以說這種的想法 用通訊的角度來看 我各位如果比較熟通訊的話 什麼叫做調變 調變是疑頻對不對 調變就是疑頻吧 在這種interpretation的角度來說呢 我們就說 對於某一個dk的頻率來講 我們可以等效的可以先把 先把我們的訊號疑頻 整個頻譜往下辦 乘裡負的 那就是負癌症 應該是負齁 這裡是負 把它頻譜整個往左邊 往你們的左手邊辦 往第一平方向移 對不對 所以這樣第一個步驟呢 所以它的step 1 是frequency domain shifting 它把原來的某段頻譜在frequency domain移動了那麼多 然後馬上在frequency domain apply一個low path filter 因為用了window 所以它這個第一個步驟是移頻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是這種duality 這想起來還蠻豐富 那一個interpretation其實是time domain的移動 這個interpretation就是frequency domain移動 它把它 那個本來可能有個頻譜 把它稍微移過來以後 那原來在高頻的地方 就變成換到基頻 換到所謂的base band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段 這個mainlow所在的地方 把它當作就是我們的base band 然後就把那個base band取出來 取出來以後呢 剩下一個這個東西 會是它隨時間會是緩慢變化的 其實不會變很快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低通率波 這個window通常都低通率波 我們不會故意拿鑽頭砸自己腳 是一個很劇烈變化的問題 通常不是這樣做 通常啦 所以如果除非特別講的話 通常window就是說它有個mainlow 還是把它想成是local filter 那所以這裡面還能夠perfect reconstruction 就還蠻奇妙 奇妙在哪裡呢 因為這每一個filter 這個filter 都不是很perfect 都並不perfect 但是當你這邊移過去的話 那synthesizer可能還要再移回去 那就可以達到 這樣子的一種interpretation 說穿的只是interpretation而已 這兩者數學是完全相懂的 真的 只是說換一個角度來看 換一個角度可以把它想像成 變成可以想像成有兩個步驟 先frequency shifting 然後過low pass 然後最後所產生的呢 就變成 instead of想成是 隨著時間變化的一行一行的頻譜 我們把它想成成一列一列的 每一列都是某一個filter bank的output 那這個output 本來就是一個時間訓練 所以時間的變化 這是一種interpretation 好 所以 那就聽得到這種interpretation有什麼好處 傳統上面在助聽器這個領域 基本上都是大家習慣這樣做 很奇怪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助聽器領域裡面 大家很喜歡 not exactly 大家會怎麼看頻譜 就是說它會apply一些的filter not exactly 這樣 但那個結構是所謂的parallel的結構 這其實蠻糟糕的 你想想看一個訊號進來 有1024個訊號輸出 所以這個有點糟糕 所以這邊也要做降頻 什麼的 但是在助聽器裡面 比方說一個訊號進來 它可能有20個channel的輸出 這是有可能的 在助聽器這個領域裡面 大家會去說 調整每一個channel 這種是平行的結構 一個訊號進去之後 它可能在它內部處理的時候 同時有20個訊號在跑 每個訊號在每一個band上面 所以我們在調整每一個band的gain 就可以這樣講 我先不要這樣 這樣也可以implementignify r 也是可以 不過我這就可能講得太遠了 你可以想說 在助聽器裡面 一個聽障人 他最需要的是 他們頻率的聽力損失的程度 可能不一樣 所以在助聽器這個結構裡面 會在每一個filter 就調整它的gain 直接乘以一個倍數 然後再全部頻錯回來 就是output 所以這種filterbank的結構 對於某些行業 某些領域 他們可能會反而覺得更熟悉 所以這個是 以上是關於 Overlight Add這個System 我想跟大家來解釋的 大概到這邊 那麼 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問題 好 那麼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Lab3 Lab4 裡面所交通的檔案 我們大家來聽聽看 好 我會給各位聽幾個你們 發生過的檔案 首先我們來 我 我就從已經教的同學裡面 就抓了一些 只是 這個 你看 好 太好了 這邊有好幾個檔案 先隨便聽一個 好 我們先聽聽 沒有一定的順序 欸 跑上去 好 討厭 他會跑到下面去 不好意思 我們抓一招 找完誤障 因為我覺得大家做的都不太一樣 沒有 他在做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他在做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這是原來的 我們先 先聽一下原來 好了 好 這個我忘了那個 開那個 檔案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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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file 放上去 不行 我一定要把這個打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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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重新再放一下 剛剛那個好了 好 這樣子 才會有錄到 好 反正這幾個都聽過啦 好 應該都有聽過 那我來看一下一個 呃 大家 有 要上廁所就隨意了 好 那個 我繼續 好 先看這位同學 好 好 好 各位先記一下這個音色 下一位同學 這位 先不要承認喔 不要直接承認 哈哈 哈哈 嗯 這個音量好像說為低一點 我覺得我有聽到 還有聽到人聲啦 其實我來講 我覺得我有聽到人聲啦 再聽一次啊 好 我們再來聽一些其他的音量 這個 從頭來 還不錯 你們覺得有聽到 有 有 有一點點 我再換下一個 剛剛聽過這個嗎 聽過 還有兩個 這個你們覺得如何 還是有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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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 可不可以是在 你的腦海裡面的 哈哈 哈哈 對 我覺得我有聽到 可能在我男孩裡面 我們來聽下一個 有一個同學 我覺得這個做的還不錯 如果沒記錯 好 這位同學跟音樂場 取得那個 原來的那個 音軌 我覺得這個做的還不錯 這個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這位我就不跟你們去檢討了 不過我有注意到 有一個地方可能有點問題 這是其中一個檔案 這五個檔案裡面 檔案裡面有一個是這樣子的 另外一個是這樣子 通常其實我不太鼓勵 各位直接看波形 看不出個所有人來 通常我會鼓勵 都尖尖的嘛 對不對 都尖尖的 他不能夠破表 所以 破表可能是你在計算的時候 他就已經破表 那沒有關係 可能你的future 本身有個gain 但是你最後記得 在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要去檢查 如果是有破表的情況的話 這各位了解 這已經破了 所以這個放 這個已經超過 所以你要把它弄回來 你算出來的東西 可能本來是已經超過1了 甚至到1.5到2 那沒有關係 你就是要把它 再把它乘一個倍數 把它乘回來 簡單成一個倍數 把它乘回來 所以這個破表 聽到聲音就是 各位了解嗎 就是有時候說 側麥克風音量 我又會破完 還很大聲的話 那個聲音 超過他的這個A to D的範圍 正常的Range的範圍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 這邊 讓我們繼續看 抖~~ 隆窑 抖~~ 所以有уже的 چار ult 側麥克風破ё Nick 好像幾乎 階段在正負一嘛 另外這個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的話我們再聽一次 有那種顆粒顆粒的那種聲音 好像什麼那種顆粒的感覺 我們去體會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我想跟大家先勾訴一下 你們要go for 剛剛那個最好的話題 如果還沒教的話 在自己在檢討 剛才哪邊有沒有 這個沒有做到沒有挑到最好的Tiltrin 那個Color Frequency 調到什麼地方 這樣好不好 好